真是一方吹土养一方人 同同从小生活在黄土地上 吹着黄土的 吃着黄河水 吹着黄土的风 所以唱得非常的苍亮 非常的优美 非常的真实 我们再次感谢 谢谢 好 谢谢朋友们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 诗歌是最早出现的 文学体裁形式 虽然他伴随着 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 但是只有真正到了唐朝 他才灌发出了璀璨的光芒 那时候啊 从将王 侯相到平头百姓 人人诵诗 淫诗 为难成僧 而且还涌现出了 李白 杜甫 白金毅等 非常有名的大家 留下了许多名诗家具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再次邀请楚国的当当孙伟小姐 与我共同朗诵其他的六首唐诗 让他有请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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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